第952章抵达深渊 渐渐地 他开始掌握了一些窍门 控制好重心的左右摇摆 总算是将速度减慢下来一些了 大约滑行了十几分钟 前面的龙鱼雪突然大喝一声 小心了 前方就是深渊洞穴 把速度减下来一边说着 他灵巧地控制雪板 速度减慢 而唐武灵却没他那么利落了 依旧朝着前方冲去 就在这时 唐武灵腰上一紧 龙鱼雪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双手抓住他腰间的衣服 向前滑行的速度 顿时开始大幅度下降 却是龙鱼雪从他身后 被动地帮他减速了 长官 你这滑雪的水平真高啊 终于在距离前方 那个直径足足超过3000米的 巨大洞穴前百米外 两人停了下来 龙鱼雪摘下脚下的雪板 向唐武灵道 这是咱们血神军团的基本技能 你多来两次 自然也就熟悉了 唐武灵点点头 确实 这样的滑行 只要能够给他足够的时间去适应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龙鱼雪沉生道 前面就是深渊通道 记得那天测试的时候 是怎么进去的吧 这里是一样的 只是比测试那里要大 而且 进入之后 深渊生物的数量也要多得多 一切小心 听我命令 当遇到不可抗力的时候 我说撤退 就一定不要犹豫 明白吗 明白 了 唐武灵点了点头 龙鱼雪来到巨大的洞穴前方停下脚步 唐武灵站在他身边 向下看去 下面黑漆漆的一片 偶尔有低沉的轰鸣声响起 周围不时有积雪 从四周向下滑落 在洞窟周围 有不少巨大的冰龙存在 看上去 这直径超过三千米的巨大洞窟 就像是一张吞噬巨口 彭腹什么都能吞入其中似的 龙鱼雪右手按向自己胸前 紧接住 唐武灵就听到了一连串的鸿枪声响起 先是一小块金属在他胸前裂开 然后一块块金属甲片翻出 迅速将龙鱼雪全身覆盖其中 赫然正是一套小型的机甲 这机甲把龙鱼雪全部包覆在内后 看上去也只有三米高 相比于正常机甲 体积要小得多 背后有一堆蛇翼 脚下似乎有气流喷出 推动着龙鱼雪的身体 直接悬浮而起 你是二字窦铠吧 释放出来吧 下面不能有半点的犹豫 还有 开启深渊隔绝护照 开启隐形背心唐武灵一言照做 顿时 他能感受到 一层无形气流从头上的金属环 释放而出 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 而那隐形背心上 似乎是散发出了一种奇异的波动 这种波动有着特殊的频率 应该就是模仿深渊未免的 一念一动 一块块金色窦铠开始释放而出 迅速覆盖全身 当他背后那一双巨大的金色龙翼 舒展开来的时候 哪怕是早就猜到 他是二字窦铠式的龙鱼雪 依旧不禁看得发呆 双眸中光芒闪烁 好漂亮的窦铠啊 我见过的一些三字窦铠 似乎都没有你这个华丽 回去以后 帮我也锻造一套二字窦铠的金属吧 我也想早点成为二字窦铠师呢 就不需要这微型机甲了 好唐武灵立刻搭议下来 他的二字窦铠 血用材料不一样 这可是三种合金 进行熔断而成的 而且他给自己的窦铠 自然还是加了料的 所有窦铠的华丽 都不只是外观原因 而是因为鸣刻了 更多的核心法阵 唐武灵天赋异禀 他身体能够承受窦铠的能量冲击 远超普通人 因此 他这二字窦铠的增幅效果 自然也要比普通二字窦铠 强大得多 这是身体强度决定的 双翼张开 在魂力的控制下 唐武灵也自然而然地悬浮起来 窦铠上的金色鳞片 在雪地的映尘下 幻化出一片金色流光 尽管身穿微型机甲的龙鱼雪 看上去更高大一些 但和他这身窦铠相比 那机甲简单的简直 就像是乞丐服 走吧 收起心中的羡慕 龙鱼雪心中暗赞一声 这家伙 真不愧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手啊 但是这窦铠就如此的非同凡响 唐武灵背后双翼展开 纵身一跃 跟随着龙鱼雪一起 跳入洞窟之中 龙鱼雪基本上是贴着洞壁 向下滑行的 盘旋向下 很快 下面就传来一系列的电子波动扫描 他们手上的血神环自然发光 无疑 这是血神军团内部安装的仪器 在确认身份 龙鱼雪告诉过唐武灵 在这深渊通道外围 血神军团经过多年努力 早已经构建了极为强大的防护体系 无论是对内对外都有效果 一旦深渊生物想要冲出来 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也是对于深渊通道防御的最后一层 特清处果然是有特权的 很快 两人就落在了深渊下方的那一层大网上 唐武灵曾经问过龙鱼雪 这大网下面 继续向下是什么地方 龙鱼雪告诉他 这曾经才是真正的深渊通道 那些最强大的深渊生物 是需要足够大的通道才能出来的 后来被当时的各大势力强者们联合封闭了 只有那些小的通道还存在 这才造成了现在深渊通道的情况 这漆黑的通道内部 常年有两个团的兵力在这里守卫着 别看血神军团每个团的兵力不算特别多 但战斗力都是极其强悍的 装备也是最精良的 这么多年来 一直镇守住深渊卫面 没有让深渊生物带给斗罗大陆劫难 龙鱼雪这次可没像当初 唐武林新兵测试时让他走在前面 而是自己走在前方 大步向通道内部而去 通道内部也不是漆黑一片 而是每隔一段就有灯光照耀 这显然都是安全区 灯光也是血神军团安装的 很快 他们就遇到了血神军团的战士 平级住血神环上的特勤处信号 一路畅通无阻 继续向内 来到第一个通道平台 这里早就已经变成了金属的世界 到处都是各种混导器布置 甚至还有用来休息的金属房间 龙鱼雪低声向唐武林道 目前深渊通道一共有数百条 其中最高级别的通道只有36条 所谓最高级别 就是能够通过深渊生物最高层次的那种 譬如你曾经遇到过的魔魅 就是顶级深渊生物之一 那天你遇到的还只是一只幼生七的 如果是成年体一个账面 我们就完蛋了 那是连封号斗罗都要头疼的存在 也是顶级深渊生物之中 体积最小的一种 据说 曾经的深渊女皇 就是魔魅一族的唐武林道 那现在我们去哪 龙鱼雪道 深渊通道分为S级 A级 B级 C级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 我们自然去C级通道那边 这种通道都比较狭窄 能够通过深渊生物的实力有限 我们进去探查 安全性很高 不会有什么危险 便与你了解深渊生物 好和驻军交代了一声 龙鱼雪就带着唐武林 进入了一条大约 只有一人多高的通道之中 第953章深渊实战 一边走 龙鱼雪继续道 这边的驻军是每个月轮换一次 咱们军团一共下辖十个团 每个团的兵力在1500人左右 这是主战部队 向咱们特勤处 算是辅助战斗部队 不算在其中 剩余的都是后勤人员 研究人员 总计大约在1万人 总人数一直在25000到3万人之间 像你这种新兵 如果加入主战部队 也是预备意几千年积累的经验 让我们现在的伤亡情况 要比当年减少了许多 一般来说 新兵经过一个月特训之后 还有一年的预备意过程 只有通过了预备意的新兵 才能真正投入到正面战场上去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能力更强 所以才会调到特勤处 但这也是变相的 让你先要熟悉 与深渊生物战斗的情况 两人又穿过了三处 有士兵守护的节点 这才算是真正的进入了深渊通道 前方的光芒和灯光不再一样 看上去都是淡淡的光运若隐若现 这是深渊通道那边的光芒 我们所在的这条C级通道 应该不会遇到太强的深渊生物 你完全能够对付 面对食物和测试时 那种虚拟的不太相同 你和真正的魂兽战斗过吗 应该没有吧 或许 你参加过一些比赛 但你记住了 和深渊生物战斗 那是生死存亡的时候 绝不能手下留情 而且一定要雷霆万军 这不是演习虽然唐武林天赋很高 实力也很强 但在龙雨雪看来 这样的天才在来到血神军团后 不适应的人多了 因为大陆一直都处于和平时期 根本没什么给魂师真正战斗的机会 而这里是战场 是人类和深渊生物之间的战场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因此 他一再的提醒 就是要让唐武林重视起来 不能自大 自大的人 往往会死得很快 唐武林也不多说 只是点头应诺 又前行了大约一公里多 按照唐武林计算 从他们进入这里之后 至少已经行进了有期 八公里了 这深渊通道内部 因应有一种特殊的能量波动存在 就像是通道本身 就是一个空间位面似的 而不是那种实打实的岩石 或者泥土 这也应该是为什么 深渊位面没办法打通 其他地方的原因 这就像是深渊位面 用一根管子刺穿了空间 扎入到了斗罗大陆世界 只有顺着这根管子 才能让深渊生物爬过来 现在主管已经被封堵住了 他们只能寻找一些分支 想办法进入 然后尝试着去打通主管 准备战斗龙与雪沉生喝道 与此同时 他那机甲手上光芒一闪 已经多了一件魂倒武器 那看上去是一柄巨大的枪械 通体修长 足有两米开外 枪管尤其长 但却要比唐武林 维修过的宿舍炮管 要纤细一些 但唐武林却阴阴感觉到 这件武器上 蕴含的能量波动非常可怕 连他这样的防御力 都感受到了威胁 龙与雪手握这柄 混倒枪械之后 整个人的气势顿时一变 不再是原本的冰冷 而是他的气息 竟然完全消失了 就连手中枪械的威胁感 也随之消失 彭腐整个人 已经完全融入到了 空气之中似的 可他却分明就在自己眼前 这份脸系的能力 唐武林不禁自叹服辱 对于龙与雪的能力 唐武林一直都不真正了解 只是隐约能够感觉到 他的秀位 应该是在五环左右的 唐武林出身于史莱克学院 一向都是越界面对对手 因此在他心中 龙与雪的战斗力 怎么也不可能比自己强的 可此时此刻 当龙与雪手持那混倒枪械的时候 这种感觉却出现了些许动摇 龙与雪应该比他想象中要更强 这位女少校能够达到如此军衔 肯定是凭借的实力 龙与雪取出武器之后 速度也随之增加了 脚尖轻轻点地 不发出任何声音 快速向前方冲去 深渊通道每过一段 都会有一个类似于节点的地方 而这种地方就像是一个时事 也是最利于战斗之处 又穿越了一个节点后 龙与雪突然停了下来 手中拿着一个仪器看了看 然后向唐武林 比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手中浑倒枪械尾部 顶在微型机甲的肩膀上 双手托住枪械 稳固地站定 他的气息变得更加微弱了 就连呼吸的感觉 似乎都消失了似的 就像是一尊雕像似的 站在那里 突然 龙与雪动了 身体微微转动 手中枪械瞬间射出一道灰色光芒 那道光芒快到肉眼 根本无法捕捉的程度 哪怕是唐武林的子迹魔童 也只是隐约看到 灰影一闪而没 光芒消失 唐武林一愣的时候 远处 突然响起一声刺耳的鸣叫 黑暗中 一只通体灰黑色的生物荡起 唐武林看到 那是一只类似于蜥蜓般的生物 全身呈现为灰黑色 到处都生长着弯钩状尖刺 他的一只眼睛已经被打瞎了 尖叫的同时 身体扭曲了几下 就化为一团灰雾消散 灰雾直奔深渊洞窟内部 飞射而去 这就是深渊生物 唐武林一闪身 挡在了龙雨雪前方 背后双一收敛 把豆坎收了回来 但却取出了自己的黄金龙腔 小心了龙雨雪清冷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放心 唐武林黄金龙腔前指 大步向前 深渊生物的种类 看起来比想象中要多 之前那种他就没见过 但通过和龙雨雪的学习 他知道那应该是一种 善于隐藏自己的深渊生物 叫做世西 专门吞噬各种生物的 生命能量卫生 这是一个深渊生物的大族 族中强者 也有磨眉那个层次的 而且数量众多 层次参次不齐 身体防御力极强 唯一的弱点就是眼睛 嗖嗖嗖 就在这时 几道身影如同闪电般 朝住他们这边窜来 赫然又是几只世西 这种生物是群聚的 最前面的一只被击杀了 后面的同伴自然冲了上来 唐武林手中黄金龙腔一阵 千百道枪芒瞬间充斥在整个洞窟之中 将那几只世西全部笼罩其中 扑扑扑 一连串的轻响声中 一只只世西纷纷被黄金龙腔刺穿了身体 因为速度太快 能够看到的是 当黄金龙腔刺穿他们身体后 都从这些世西身上带出一道道灰色气流 只不过 这些灰色气流没能逃走 反而是被黄金龙腔吸射而至 顺着龙腔钻入唐武林体内 经过黄金龙腔过炉之后 赫然正是纯粹的能量 唐武林双眼微眯 顿时明白了 这些深渊生物在被杀死后 自身的能量绝大部分都会被深渊收回 因此 就算是死伤许多深渊生物 深渊应该也能再诞生出来 同时 他也通过现实中的战斗证明了 深渊生物的能量 确实是可以被自己用黄金龙腔吸收 这几只世西的能量太少 并不能带来什么影响 但积少成多总是好的 总比没有强 第954章积累功勋 如果纯粹依靠天才地宝 来提升自身身体素质的话 那实在是太浪费了 龙鱼血端住枪在他身后 看住他宽阔的肩膀 稳定的击杀世西的状态 顿时放心不少 哪怕是面对真实战斗 他也并不怯场 很显然是有着不少战斗经验的 还不错 唐武林看了一眼自己的血神环 击杀三只世西 提供给了他30点功勋值 这世西的功勋明显要比四爪蝙蝠要多 唐武林继续向前 一只只世西不断扑来 但也不断地化为他的功勋和能量 通过了一段大约500米的通道 唐武林走在前方 大约击杀了有40多只世西 收获了数百功勋 这也算得上是他的第一桶金了 龙鱼血跟在他身后观察 越看越是震惊 唐武林面对世西的时候 展现出的战斗力非常稳定 而且 他刺中的从来都不是世西的眼睛要害 就是世西的头颅 世西的头非常坚硬 足以与合金相比 但在黄金龙腔面前 却如同穿透豆腐似的 根本没有半点抵抗能力 果然是好强的近战实力啊 龙鱼血也渐渐放下心来 两人也随之来到了通道的第二个节点 和之前那个节点相比 这一个节点要大一些 大约有直径50米开外的一处洞窟 周围的空间能量非常强烈 才一走到入口 唐武林就看到了一双灰白色 充满死鸡味道的眼睛 那是一只身体硕大的世西 和之前的世西相比 它大了十倍都不止 身长超过七米 全身覆盖住厚厚的灰色鳞片 伴随着呼吸 这些灰色鳞片不断重复住 张开和闭合的过程 有淡淡的灰色气流 从鳞片下释放出来 小心 这是层次要高很多的大型世西 它喷出的雾气会化为雾气 或者是铠甲 千变万化 尽可能不要被它靠近龙雨雪 沉声提醒到 唐武林身形一闪就冲了上去 手中黄金龙腔前指 与此同时 黄金龙体释放 金色龙鳞覆盖全身 一双手掌也化为金龙爪 双眸之中更是金光闪烁 大型世西低吼一声 灵片下喷出的雾气 突然变得浓郁起来 这些雾气迅速向前方涌动 眼看着唐武林的黄金龙腔刺来 雾气突然凝固 刚好将黄金龙腔包覆其中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的黄金龙腔一沉 彷復陷入泥沼一般 与此同时 那灰色浓雾还继续朝住自己奔涌而来 似是要将自己完全覆盖其中 就在这时 伴随着一声轰鸣响起 那大型世西怒吼一声 周围的浓雾顿时溃散了一半 他那庞大的身体也是隐声抛飞 不用看唐武林都知道 这是龙鱼血一枪建功了 近战阻挡 远程杀伤 这是军队中的标准战斗模式 唐武林抬起左手挥了挥 示意自己没问题 手中黄金龙腔一斗 金光暴射之下 那灰色雾气已经被炸开 金光闪烁 黄金龙腔已经刺穿了那坨世西的头颅 对时 一股比之前击杀普通是西浓郁的多的能量传入身体 那是西也随之虚化 只是再看不到灰色气流消失的踪迹了 果然 这里真是修炼的好地方啊 唐武林心中暗赞 龙鱼血此时已经来到他身边 小心一些 不要冒进 深渊生物不能以常理夺之 有的时候 我们看上去很弱小的对手 却能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问 唐武林点点头 道 不过你不用急于出手 当你确定我处于危险的时候 再出手也不迟 龙鱼血哼了一声 不失好人心疼 呜 灵尸笑 女人啊 她怎能看不出 这龙鱼血非常有好胜心 隐约之间还有和自己比较的心思 看了一眼自己的血神环 功勋数值又增加了50 对于唐武林来说 她现在只是觉得 这小通道之内的深渊生物数量有点少 继续向前进入接下来的永道 但是 当唐武林就要钻入永道前的一瞬间 紧照突生 她有着灵渊镜的精神力 感知要比一般人强烈的多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就将黄金龙腔刺了出去 低沉的龙鱼声中 一条金龙盘旋而上 沿着黄金龙腔向前轰去 正是金龙升天 虽然只是仓促之间 但以唐武林对金龙升天的熟练程度 还是发挥出了至少70%以上的威能 轰轰鸣声中 一道身影被轰进了永道深处 唐武林只是隐约看到了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身形一闪 率先冲入永道 黄金龙体释放 唐武林眸光如电 进入永道才看清 那是一只看上去非常奇怪的生物 全身长出六只爪子 身体看起来是缩形的 她随即就醒悟过来 这应该是龙鱼学讲过的六爪魔 一种非常擅长隐藏和偷袭的魂兽 那六爪魔的防御力相当强悍 尽管是被唐武林一枪轰退 看上去也没受什么伤 六只风锐的长爪直接刺入地面 紧接住 唐武林脚下 一大片密集的凸刺就钻了出来 每一根凸刺都极为锋锐 看上去纤细 但却充满了危险感 而且上面还具备着强横的毁灭气息 扑扑扑 一连串的暴鸣声中 远处的六爪魔红色眼眸骤然收缩了一下 她的攻击是命中了的 可是 那个人站在那里 声音传来的竟然都是她的凸刺破碎 唐武林根本连闪躲都没有 而那凸刺却根本无法刺破她的黄金龙体防御 冷哼一声 唐武林右脚猛然在地面上一跺 轰的一声巨响 在她身体周围的所有凸刺全部破碎 紧接住 她手中黄金龙腔就飞了出去 金光一闪 被她那一脚震荡地飞起的六爪魔 被直接钉在了地面上 黄金龙腔上涌起一连串的金色光韵 再次回到唐武林手中的时候 已经将吸收的能量传递过来 看了一眼手中的双肩龙腔 唐武林不禁发自内心的赞叹 有了她 自己就拥有着超强的持续战斗能力 这能量不只是补充着她的气血之力 就连她的魂力也有不小的补充 一战养战 唐武林现在已经觉得 来到这血神军团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了 反而是自己天大的机遇 直到此时 龙雨雪才进入洞穴 刚好看到那只六爪魔 在唐武林黄金龙腔下雨面 对付六爪魔 她也可以 但她擅长的是远程攻击 需要吊打才行 而六爪魔的防御非常强 总要缠斗一会儿 才有可能将六爪魔击杀的 像唐武林比了的大拇指 龙雨雪道 感觉如何 唐武林展颜一笑 不太过瘾龙雨雪翻了的白眼 还不过瘾 你还想怎样 我可警告你 凡是死得快的 都是自大的 不要太自负了 以前来到军团中的天才 不在少数 但活下来的天才 才是真正的天才 问 我懂 继续把唐武林大步向前 龙雨雪跟在她身后 看着她宽阔的肩膀 挺拔的背脊 一身白衣 一柄金色长枪 不禁有些微微发呆 隐约中 她只觉得 眼前这个家伙 竟是和自己心目中 幻想过无数次的未来爱人 是那么的相想 但与此同时 父亲的话 也随之出现在她脑海之中 她确实是无比的优秀 但同样的 在优秀的同时 她所承担的东西 也和一般人截然不同 如果可以 她宁可她的优秀少一些吧 唐武林自然不知道 龙雨雪的小心思 连续击杀深渊生物 并且从中获得好处 令唐武林此时战意盎然 大步向前 凭集住子及魔童的观察 和敏锐的精神力感知 她又先后击杀了 数只深渊生物 吸收的能量程度 虽然还不算太多 但总算是好事 补充她自身消耗 是没什么问题的 再到节点时 用的时间 却比之前要长了许多 实在是因为 这一路上遇到的深渊生物 实力比最初的世袭要强上不少 第955章 金玉发威 眼看着前方洞口光亮出现 但走到通道尽头时 唐武林却没有急于冲出去 反而是停下了脚步 这处节点 比之前那处要大上不少 但此时传来的气息 却让她不得不停下脚步 虽然身上的隐身背心 隐藏了她的气息 但当她出现的一瞬间 还是有许多气机 朝着她的方向锁定过来 在这处节点之中 至少有上百只深渊生物 单是种类就有十几种 和之前只有一只 大型世袭的情况 截然不同 好多 唐武林心头凛然 龙鱼血此时也到了她身后 先不要下去 小心了 必要的时候 使用装备 摁唐武林点了点头 手持黄金龙枪 守在洞口 不需要她去主动攻击 节点内发现 他们的深渊生物 就已经冲过来了 首先冲过来的 就是几只距离最近的世袭 体型都是不小 这些世袭身上的鳞片 不断开合 浓郁的灰色雾气喷涌而出 朝着这边涌来 唐武林淡然一笑 手中黄金龙枪 在掌中盘旋起来 迅速化为一片光木 强盛的气血之力 伴随着黄金龙枪的转动 向外绽放 将那灰色雾气 吹袭得无法靠近 与此同时 她右脚在地面上 重重一跺 金龙汉地 最先靠近的三只世袭 顿时被震荡的全身僵硬 八条金龙汉染而出 只是一个照面 就撕碎了他们的身体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这三只世袭 虽然不是黄金龙枪杀死的 但或许是因为 此时挥舞着的黄金龙枪 释放着强烈的气血波动 又或许是 这三只世袭身体破碎时 距离唐武林太近 他们死后锁化气流 直接被盘旋中的 黄金龙枪吸收过来 转化为能量 涌入唐武林体内 这可就是 意料之外的好事了 八条金龙继续轰出 鱼力把剩余的 其他世袭震得飞了出去 首位的洞口固入金汤 轰 轰 轰 三声点射声中 三头世袭 几乎是部分先后眼珠爆开 虽然未死 却也身受重创 却是龙鱼血 在唐武林身后发威了 前面有一面坚实的肉盾 对于远程攻击者来说 绝对是最好的状况 唐武林这面肉盾 毫无疑问 是非常合格的 又是一群深渊生物冲了过来 其中大部分竟然都是六爪魔 足有二十几只 这些六爪魔也不靠近 而是将自己的利爪刺入地面 大片大片的地刺 直奔唐武林这边蔓延过来 这玩意儿可是能够穿透攻击的 也就是说唐武林身后的龙鱼血也不再安全 没事 交给我 唐武林大喝一声 右脚再次跺地 又是金龙汉地 所有地刺全部被震碎的同时 远处的二十几只六爪魔 更是被唐武林震荡的 全都从地面上升起 一道金光从唐武林身上钻出 电射前方 几乎只是一闪身 就到了第一只六爪魔面前 只见金光一闪 无数金色光芒从地面升起 每一道看上去竟然也是得似模样 二十几只六爪魔全都是全身僵硬 紧接住 那金色身影全身猛的一阵 就像是一条长边般抽击而出 伴随着一声声轰鸣 那一只只六爪魔全部身体破碎 化为能量气流 又是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直接插在了一众六爪魔爆裂的地面中央 那些爆开的能量流一点也没能逃逸 全都被那金光吸射而入 最先冲出的金光 此时已经显现出身形 赫然正是一条金色大蛇 这条大蛇看上去非常有特点 通体长满了金色的菱形菱片 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些菱片和唐武林身上的一模一样 它的身长已经超过了六米 最为奇特的是 头上隐隐有两根脚钻出 头部也和一般的蛇类不太一样 看上去倒是更像蛟龙 它速度奇快无比 之前的攻击 毫无疑问就是它释放的 那是 魂灵 龙与雪吃惊地说道 好厉害的魂灵啊 六爪魔虽然在深渊生物中不算太强的 但深渊生物就没有弱小的存在 这六爪魔本身更是以防御渐长 可在那金色大蛇的身体抽击之下 竟然有种一碰就碎的感觉 毫无疑问 这条金色大蛇正是唐武林的第一个魂灵 金羽 金羽伴随着唐武林的成长而成长 它本身随时蛇类 但在金龙王血脉的不断滋润下 越来越向龙类方向发展了 因为它是唐武林的第一个魂灵 跟随唐武林的时间也就最长 同时 它天赋很差 曾经是残刺品 但这也让它如同一张白纸一般 被金龙王血脉充分地浸润 现在倒是越来越强了 凡是唐武林拥有的蓝银草魂剂 它都能够使用 就算是一些唐武林的气血方面的能力 它也能够动用一二 唐武林在龙骨那三年葬龙期间 实际上也是金羽脱胎换骨的三年 在那里 唐武林每天都承受着龙铃的浸润 金羽自然也是如此 它的血脉已经彻彻底底发生了变化 而且变化幅度相当之大 唐武林最初时候还不知道 但几次将它释放出来后 就已经发现 金羽的战斗力 比以前不知道要强大了多少倍 比霸王龙得到的好处还多 因为唐武林自身修位问题 它召唤霸王龙的时间是有限的 随着修位增加 时间也相影延长 但金羽却不一样 它召唤金羽 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这是因为金羽本身和它太契合了 就相当于是它身体的一部分 此时金羽出现 蒸笼绽放 怎能不让龙鱼血震惊呢 身形一闪 金羽再次发起攻击 又使蓝银突刺阵释放 大片的金色突刺向周围蔓延开来 冲过来的大量深渊生物 全都在蓝银突刺阵面前凝制 金羽身体一闪 纵横开合 它的力量同样是和唐武林一脉相成 就像是一条龙鞭 不断地把一只只深渊生物的身体 抽击得粉碎 它同时也和唐武林心意相通 这些深渊生物被它抽碎身体的时候 全都是在黄金龙腔附近爆开 因此 大部分能量 也就随之被黄金龙腔吞噬了 上百只深渊生物 只有少部分能够冲到洞口 而绝大多数 却竟然都是被金羽给干掉了 龙鱼血目瞪口呆地看住这一幕 它自己也是浑尸 也有魂灵 可是 和眼前这个家伙的魂灵相比 自己的魂灵简直就是渣啊 这也太强悍了吧 为什么人家的魂灵就能达到如此程度 一对一的话 它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是这个魂灵的对手 终于 清场完毕 唐武林抬手一招 黄金龙腔重新回到它掌握之中 并将自身吸收转化过的能量 传递给唐武林 气血漩涡和魂力漩涡同时变得凝厚了几分 二者内部的结晶体也分外清楚了 唐武林明白 自己的魂核和血脉核心都距离诞生又进了一步 而按照现在的进度 只要自己能够多击杀一些深渊生物 距离完成它们就不远了 第956章深渊潮汐 龙与血长出口气 哪怕是有一个牌的兵力 想要把这里的深渊生物肃清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办到的 可它却只是凭着魂灵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啊 直到现在 它都还没有动用窦凯战斗过呢 动用窦凯的它 岂不是要更加恐怖吗 唐武林跳入节点之中 金羽没有收回 而是快速前行 继续到了下一条涌道前方 身形一闪 率先钻了进去 金羽本身就像是唐武林的眼睛 它看到什么 唐武林自然就能看到什么 光影一闪 金羽已经在内部 令人惊讶的是 涌道内居然空空如也 并没有深渊生物出现 武林 差不多了 这是你第一次来这里 还是不要过于深入 深渊通道内 会不定期地出现深渊生物奔涌 同时出现大量深渊生物 只是凭我们 它刚说到这里 唐武林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好像说中了 呜呜 呜呜呜呜 低沉的呼啸声 伴随着开始变得剧烈的气流 从涌道内朝住它们这个方向传来 听到这个声音 龙雨雪顿时脸色大变 不好 真的是深渊潮汐 快跑 一边说着 他拉着唐武林扭头就跑 唐武林对于深渊通道不够了解 但他也绝对不会自大道 认为自己就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挡住深渊潮汐的程度 当下 毫不犹豫地跟随着龙雨雪 转身就跑 龙雨雪的速度有点慢 唐武林右手一抄 就搂住了他纤细的腰肢 与此同时 二字豆坎释放 金色双翼在背后张开 金羽化为一道金光钻入唐武林体内 唐武林双翼用力一拍 同时控制着全身气血能量 全都朝住自己背后的龙月豆坎涌去 整个人宛如一道金色流光一般 朝住来时的鹿飞速飞掠 龙雨雪发出一声惊呼 然后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揽入一个宽阔的怀抱之中 因为速度太快 进风吹袭的他有些睁不开眼睛 但他此时却莫名地觉得有些安心 好快的速度啊 在全力催动豆坎的情况下 他的速度似乎也不比魔妹逊色多少了 背后的呜呜声不断传来 而且明显是越来越近 唐武林更能感觉到在自己身后 彭腹有一个巨大的毁灭漩涡在不断接近 想要将它们全部吞噬似的 这种感觉可不怎么美妙 强大的危机感令他的速度完全提升到了极致 穿越着前方的洞窟 终于身形一闪 他冲到了最初进入的地方 也就是有血神军团防御之处 深渊潮汐 大家小心 唐武林大喝一声 而事实上 在他冲出来的同时 就发现 这边的节点之内 已经充满了能量 一面面巨大的光盾已经竖起 所有的魂岛炮台全都充满能量 做好了准备 无疑 那呜呜声就是最好的警报 唐武林双翼一拍 带着龙鱼血落地 同时也松了口气 看到他背后巨大的金色双翼 不少在场的血神军团战士们 脸上都流露出艳险之色 虽然能够来到这里的 都是相当优秀的人才 但能够达到二字窦凯时层次的 毕竟还是少数 一面巨大的光盾挡在了他们身前 之前的威胁感顿时消失了 也就在这时一股强盛无比的灰黑色气流已经从通道之中冲了出来 所有光盾同时闪亮 四目的光芒瞬间融合在一起 化为一个巨大光照 挡住了那灰黑色光芒的冲击 灰黑色光芒内 阴阴有什么东西在张牙舞爪 恐怖的冲击力令光盾上光芒暴闪 龙于学此时才来得及松口气 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唐武林 看到他脸色凝重的样子 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同时 他也提起了自己手中的浑倒枪械 虽然刚才隔着微型机甲 但他还是能够感觉到 他身上传来的安全感 这家伙 真不愧是史莱克奇怪呢 唐武林自然不知道龙于学在想什么 他只是在感受 那深渊潮汐冲击的能量波动 从目前这些能量盾形成的护照来看 暂时虽然是挡住了 可是 那能量潮汐的波动非常强大 似乎不是面前的护盾 能够完全防御的样子 果然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刺耳的警报声已经响起 深渊潮汐强度达到了三级 护照最多只能坚持五分钟 立刻撤退 退守第二道防线 同时向作战指挥部汇报 请求增援 深渊生物恐怕要发起一场 全面进攻了走龙于雪 一拉唐武林 率先朝住通道内冲去 唐武林一拍双翼 紧随其后 三级强度是什么意思 一边跟随着龙于雪 他一边向他问道 龙于雪脸色沉宁 一般来说 深渊潮汐都是在一级到二级 是我们刚刚那里的护照 完全能够抵挡住的 这也是常规的 而大约每过几十年 深渊生物都会发起一场全面战争 这时候的深渊潮汐 才会达到三级 三级的深渊潮汐 就需要大型防御装备 才能挡住 但是也意味住 深渊生物中会有强者出现 全力攻击我们的防御 每当这个时候 都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刻 没想到你才刚来 就赶上了 我还都从未遇到过 三级深渊潮汐呢 准备战斗吧 这个时候 一定是会全军动员的 好 唐武林也没有多问 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能做的就是保持战斗 等候援军 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唐武林终于看到 大型的防御器械了 这些混倒器 是早就准备好的 一排排防御阵列 已经快速形成 所有人员全部井然有序 并没有因为深渊潮汐 突然达到三级而慌乱 一台台唐武林 根本认不出的混倒器 快速聚集过来 能量波动骤然变强 唐武林看到 后方的深渊洞窟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降落下来一个巨大的金属球 这个金属球的直径 超过300米 它下方有数百道光芒喷吐 承受着它的重量 而这个金属球本身 却释放出非常庞大的能量 同时伸出一条条巨大的金属壁 分别钻入周围 每一个深渊洞窟之中 和里面的混倒器 接驳在一起 那是什么 唐武林向身边的龙鱼雪问道 龙鱼雪道 那是我们血神军团 真正的核心 被称之为血神之星 是联邦花费了 无数人力物力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所 研制而成的 整个联邦 就只有一个血神之星 它能够调动庞大的天地原力 转化为魂力 并且注入到我们的混倒器中 形成能量循环 你知道集成混倒电池组吗 唐武林道 听说过 是给大型混倒器提供能量的 嗯 从某种意义来说 血神之星也是这种 但血神之星利用的 却是最新的混倒科技 是联邦研究出的一种特殊金属 和对应的混倒法阵变异 这种金属非常恐怖 变异时会爆发出极其庞大的能量 最初发现这种金属的时候 联邦首先想到的是 用它制造武器 所以 才有了三枚式神级定装混倒炮弹出现 但制作出来后 式神级定装混倒炮弹 实在是太恐怖了 才没有继续下去 而那种稀有金属也所剩无几 全都被用来制作了这枚血神之星 就是为了能够持续提供庞大能量 供我们守住这里 唐武林震惊了 血神之星的作用它不清楚 可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 那极度强大的毁灭能量 它是亲眼所见啊 哪怕是身穿四字斗铠的极限斗罗 都无法挡住的恐怖灾难 史莱克学院 唐门总部 就是毁灭在它的攻击之下 没想到 血神军团竟然也拥有 同一层次的强大混倒器 嗡 就在这时 一声低沉的嗡鸣响起 前方第一道防线的战士们 已经全都退回来了 涌到出口出 一面蓝色光盾瞬间形成 将整个出口完全挡住 第957章加入近战 轰 不到一分钟 那灰黑色气流就冲击了上来 撞击的那蓝色光幕一阵摇曳 整个深渊洞窟都随之颤抖起来了似的 但是 那蓝色光幕的防御力 远远要超过之前第一层防线的地方 虽然被冲击得非常厉害 却就是屹立不动 唐武林看了一眼身边的龙鱼雪 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 龙鱼雪道 深渊潮汐一般都是毁灭能量先冲击 然后毁灭能量会带来大量的深渊生物 再发起全面冲击 能量护盾虽然能挡住毁灭能量 但对我们自身消耗也非常大 因此 一旦深渊潮汐的毁灭能量消失了 我们也必须停止护盾 以防备再次的毁灭能量冲击 对付深渊生物 就只能依靠我们军团的战斗力了 你赶快休息一下 待会儿肯定会有一场大战 一边说着 龙鱼雪拉着 唐武林来到旁边一处角落中 自己先卸下了微型机甲 然后盘膝坐在地上冥想 唐武林也收起了窦凯 因为特勤出的特殊身份 也没有人来询问他们 此时已经有大量血神军团的战士涌入 前面一水全都是身穿厚重机甲 擅长进战的战士 后方则是各种混岛炮台架设起来 还有更多的远程攻击战士 做好战斗准备 唐武林这时候还看到了一位熟人 赫然正是江五月 江五月此时没有穿戴机甲 一身笔挺的军装 正在指挥着前排的战士们布置阵型 唐武林因为之前的消耗 全都被黄金龙枪补充回来了 所以并没有消耗的太多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龙鱼血 索性站起身向江五月走去 他最擅长的是近战 而江五月这边又是近战营 配合起来 他倒不如在江五月这边效果更好 长官来到江五月身边 唐武林向他行了的军礼 江五月此时正忙的步行 突然看到唐武林也是愣了一下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新兵吗 唐武林道 龙长官带我进行实战演练 刚才我们就在里面来住 遇到深渊潮汐 这才退出来将五月心中移动 突然压低声音对唐武林道 上次你加持在我身上的那种能力 能够同时加持多少人 他可是对唐武林的金龙狂暴领域念念不忘 在那领域范围内 他的战斗力足足提升了50%啊 深渊潮汐固然是血神军团要面临的巨大考验 但同样的每一次强大的深渊潮汐也会带来大量的功勋 正是他们建功立业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自身战斗力能够突然提高50%的话 那么无疑是能获得更多功勋的 唐武林看了一眼场地 道直径50米范围 不限人数 应该都可以 龙类武魂的魂师增幅效果会更好 行了 懂了 兄弟 你跟住我一起怎么样 到时候我们的集体战功 算你一份将五岳立刻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他是军人 不擅长绕弯子 就喜欢直来直去 唐武林也同样喜欢如此 这本来就是他的目的 没问题 那从现在开始 我就跟住长官你了 就这么定了 说不定这一站下来 你直接就能 从少位提升到中位呢 哈哈 这次运气真是太好了 正好赶上我们之情 能够迎接深渊生物第一波冲击 这一直是我最希望碰到的情况 更别说是几十年才会 又一次的三级深渊潮汐了 面对即将到来的强敌 将五岳没有半点切诺 反而是充满了兴奋 在他心目中 身为军人 就应该是在战场上展现自身所欠 在战场上纵横杀敌 像他这样的性格 调他去和平部队他都不会去的 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有纵横杀敌的快感 唐武林对江五岳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那天 他明明已经平击住金龙王血脉压制了对方 可江五岳却依旧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这可不是别的 而是纯粹的强大战役才能做到的 所以 他也很期待 看看在战场上江五岳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更希望看看血神军团的战斗力究竟能恐怖到什么地步 他来血神军团担任军官 当然不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军衔 而是要尝试着拥有自己的势力 当他得知血神军团其实是守护着深渊通道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失望的 就算自己在这里能够拥有一定的嫡系 可为了守护深渊通道 他也不可能将这些嫡系人员带走啊 可就算是这样 如果血神军团足够强大的话 对他还是会有极大的好处 江五岳用力地拍了拍唐武林的肩膀 跟住我一边说着 他就开始继续指挥起前方的作战人员 别看这江五岳平时跟缺根弦似的 但到了战争状态 他就像是变了个人 下达命令非常沉稳 没有半点因为战役强盛影响到自己的判断 每一个细节都会关注 很快 前方就已经被他的近战营布下来一道宽达200米的钢铁方线 通过观察 唐武林发现 近战营一共有100台机甲 全都是子机以上层次的 甚至还有5台黑级机甲 这要是到了外面 可不是一个营的配置 而是一个机甲大队啊 相当于团级单位 但在这里 就是一个营 不止如此 近战营还有另外100位伊兹斗坎师 这些人的战斗力 一点都不会逊色于那些机甲师 一个营的兵力正常来说 就是300人到500人之间 将5月这近战营就是300人的配置 将5月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机甲内都是一甲双人 以更好地发挥出机甲的威力 一个人的魂力总不如两个人多 而且 二者五魂还能相辅相成 但机甲体积又太大 一些小范围的战斗就不如窦坎师那么好用 所以还有一百位窦坎师配合 虽然只是伊兹斗坎师 但那战斗力也绝对是不容小失的 整个近战营就没有四环以下修位的魂师 这要是拉到外面去 就这一个营的兵力 估计对付一个一万人的师团都没什么问题了 真不愧是最精锐的战斗力啊 近战营当然不止一个 在这里一共有三个近战营的兵力配置 这样的大通道一共有36个 每一处都是类似的配置吗 后面负责远程攻击的部队 人数要比前面的近战营少一些 他们的火力在消灭深渊生物时 无疑最有效 唐武林一直跟随在江武岳身边 听他指挥着军队 自己也算是在真正的战场上进行学习 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可多得的 终于江武岳指挥完毕 所有防御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深渊通道依旧在颤动住 那毁灭能量的冲击一波强过一波 竟然像是没有尽头似的 但所有血神军团的将士们 此时却都显得非常沉稳 浑倒气全都充能完毕 所有人保持在最佳战斗状态之中 第958章疯狂潮汐 后援军队也已经到了 但却没有下来 随时准备替换这边的战士进行战斗 血神军团两个师的兵力 威震深渊通道数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无论遭遇怎样变化 都能做出快速反应 但是这一点就非同反响 淡淡的光芒闪烁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在这充满钢铁的气息下 他也感觉到自己的血脉开始沸腾 但凡是男人 谁不希望能够纵横于战场之上 在战场上感受那铁与血的震撼呢 此时此刻 可以说是唐武林第一次上战场 也第一次面对这种大规模的战斗 他们这边的通道中 足有近两千人 唐武林也问过江武岳 如果是三十六处通道要守卫的话 一处就是两千人 军团兵力不够啊 毕竟主战力只有一万五千人 也就只能守住七处通道而已 但江武岳却告诉他 这个不能如此计算 深渊卫面那边 发起深渊潮汐也没那么容易的 三十六处通道 出现深渊潮汐的时候 最多只有三处会有 因此 不需要全部防御 而且每一条通道内部 实际上都有护盾防御 如果真的出现深渊潮汐 再更多通道出现的话 那么 血神之星的防御力 也能够抵挡很长时间 让军队能够来回调遣 击杀那些在深渊能量之后 冲过来的深渊生物 同时 军团还有后备力量 还有一些特殊的魂岛武器 专门针对深渊生物的 数千年防御的孤若金汤 自然有其应对之法 听了他的解释 唐武林索性也不再问了 看看就知道了 足足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的 毁灭能量冲击 那呜呜声才算是渐渐弱化 但唐武林已经能够看到 在那蓝色光幕后方 密密麻麻的深渊生物 已经充满了整个洞穴出口 一旦光幕收起 立刻就会冲进来 这些深渊生物的样子凝恶 如果是普通人看到 恐怕吓都要吓死了 战斗准备 大鹤一声 将五月身上光芒一闪 一身窦铠已经穿戴在身 背后双翼张开 赫然是二字窦铠 他这窦铠通体呈现为铁黑色 没有任何华丽的纹路 却极其厚重 这是霸王龙的特性 纯粹的力量 前方进战营的机甲战士们 全都上前一步 将手中巨大的盾牌举了起来 每一台机甲手中 都掌握着一面高达15米的巨盾 能够将他们全都防御在盾牌后面 他们只需要防御住敌人的冲击 最初的作用就完成了 真正造成杀伤的 还是后方的远程攻击部队 如果不是三级深渊潮汐 根本就动用不到这样的阵容 唐武林此时也不禁有些好笑 自己的运气始终都是那么逆天 如果是三十六处主洞穴 有三个会出现深渊潮汐 那也是十二分之一的几率啊 而自己 毫无疑问就是碰上了这十二分之一 注实是令人无语的很 就在这时 毁灭能量冲击终于完全消失了 同时 电子音也随之传来 血神之星护盾即将收回 所有人员准备战斗后方 龙与雪已经是一跃而起 在身边没有看到唐武林 却看他在江武岳身边 虽然皱了皱眉 但这个时候 他也展现出了身位军人的风采 毫不犹豫 就到了后方远程作战方阵之中 准备参与战斗 蓝色光芒渐渐淡化 深渊生物刺耳的鸣叫声 已经能够清楚听到了 攻击 后方传来一位指挥官的声音 紧接住 数百个光球已经飞射而出 在空中划出抛物线 准确无比地朝着洞口方向轰击而去 洞窟那边 血神之星的防护罩恰好在此时消失 里面的深渊生物一涌而出 熬一声尖利的鸣叫响起 在场所有血神军团的战士们 都感觉到心神一震 眼看着就要心神失守 一层白色光幕 却恰好在此时沐浴而下 将那声音阻隔在外 对付深渊生物 血神军团的经验太丰富了 很多经验都是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 剧烈的轰鸣声随之响起 不知道多少深渊生物在爆炸中被炸的支离破碎 一时间 战场上涌起极其强烈的能量波动 后方的远程攻击源源不绝 和冲出来的深渊生物展开强烈碰撞 唐武林站在江五月身边 只能看到前方无数光芒炸开 却根本看不清具体的情况 进战营的机甲战士们 手中巨盾都亮起了防护光芒 化为一层光幕 挡在前方 让后方的同伴能够顺利输出 这就是战争啊 在战争之中 哪怕唐武林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爆炸一轮接一轮 刺耳的鸣叫声 深渊生物似乎根本就没有血液 只是不断有浓浓的灰黑色雾气 顺着深渊通道回归 那是死去的深渊生物 唐武林心中暗想 如果自己现在在前方 用黄金龙枪去吸收这些能量 不知道能提升多少修为 不过 他也就是这么一想而已 先不说有那么多深渊生物 但是这么多的远程攻击爆炸余波 他也受不了啊 战斗一时间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状态 此时 36条通道的其他地方 除了有深渊潮汐的地方之外 也都被血神之星的护盾封住 避免有新的深渊潮汐出现 防御的固若金汤 人类的科技一直在持续进步 新武器不断被投入到战场之中 血神军团最初成立的时候 在第一场深渊潮汐中 减员超过70% 而之后 每一次战争减员的数量都在减少 直到现在 虽然依旧会有人战死 但数量已经降低到了一定范围内 相对来说就安全的多了 砰 一声和轰鸣不同的声音出现 前方一名手持盾牌的机甲 稍微后退了几分 有深渊生物冲得近了 紧接住 就是更为剧烈的碰撞 深渊生物冲击得极其凶猛 密集的撞击声 机甲战士们将所有能量 全都用来阻挡 防御 后方继续输出大量的杀伤 一时间 深渊生物的攻势 完全被扼杀在另一边 将五月脸色沉宁 纵观全场 此时 窦凯师 黑级机甲师 都没有投入到战场之中 这些是后背力量 是留着十一不缺的 从目前敌人的攻击强度来看 还不足以威胁到防御 就在这时 大地突然颤抖起来 天空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道黑影 这些黑影身形硕大 才一出现在半空之中 立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唐武林抬头看时 只见足有十几只身形巨大的八鞍 出现在半空之中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 将它们抛飞起来 这些八鞍很明显是 试图越过前面的防御阵线 到后面去攻击后方的 远程攻击战士们 将五月冷哼一声 手一挥 一排强光已经在它身后闪亮 远程攻击的战士们 早就准备好了 一道道刺目射线在空中爆闪 空中八鞍顿时响起一片惨叫声 在那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混倒器攻击下 被射得千疮百孔 纷纷炸成气流 唐武林眼中光芒一闪 终于忍不住了 手中黄金龙枪抛飞而出 刺穿了一头八鞍的身体 吸收了一些黑灰色气流回来 大约有一只八鞍的量 击杀方面 它的功虚没有上升 但黄金龙枪回到手中后 一股强盛的能量波动瞬间传遍全身 顿时令它气息大盛 不要浪费战力身边的将五月皱眉说倒 恩唐武林点点头 但心中却是大魏惊喜 八鞍不愧是高等深渊生物 就是这么一只 带给它的能量经过提纯之后 就让它体内的浑合和气血经合 都有要完全凝结的迹象了 默默地调动着自己体内的两个漩涡 将这外来能量吸收起来 同时进行二次提纯 只留下最精华的部分